世卫来了武汉市者家属全遭消音,世界卫生组织呼,专家正在湖北省武汉市,准备调查武汉肺炎起源,上百名武汉市人一病故着家属,在社群媒体微信的群组遭查封,家属直指遭官方晋升,施压,也要求与世卫专家见面,并喊话世卫专家不要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, 微信群组十天前突被删除,病逝者家属张海说,八十到一百名家属,过去一年来使用的微信群组,约十天前突然被删除,也没说明原因,此事显示中国政府特别紧张,他们害怕这些家庭会与世卫专家接触,另一名成年女儿染病过世的妈妈向法新社表示,她上周被当局警告,不要向媒体说话,或者被他人利用,当局念六日又找上门, 众坛老掉,并且给了我五千元,人民币抚慰金,到政府,法院不受礼求偿,全被拒绝,世卫专家小组十四日抵达武汉,正接受十四天隔离,至面八日为止。 现居广东深圳的张海,父亲去年死于武汉肺炎,他为此号召五罪患者亲属向官员问责,先后向湖北省法院提告,要求向政府,医院有关人员纠责,索偿,但法院拒绝受礼。 他要求武汉市,湖北省政府公开相关讯息,也时辰大喊,其他庶民家属提告索赔究责,也都被拒绝。 张海说,等隔离期结束,希望武汉市政府能与家属一起会见世卫专家,我也想问世卫组织的这些专家,敢不敢见这些家属? 如果不敢,那世卫组织来武汉调查,就是唬弄全世界的人们,他希望世卫专家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压力,与死卫者家属见面了解真相,如果世卫组织专家,也是昧着良心说假话,那么对逝者是一个很大的侮辱,染疫病逝者家属指控,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隐瞒疫情,又因因无能,导致疫情失控,并质疑官方公布的数字真实性。 张海在自由亚洲电台,RFA的访问中说,很多因为新冠病毒病死的人,死亡证明上没有新冠两个字,都不被当作确诊者,当局宣称的抗疫成功,不过是牺牲老百姓的生命代价换来的。 世卫被基此形式形象塑造,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福田敬二,KG Fukugan,认为,世卫此形式形象塑造任务,中国要展现透明,世卫择给予表明,他们在采取行动,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专家团队能接触到什么,他们真的能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吗?自由时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